虽然赚钱不难 但是如果你没吃过苦的话 就算你有钱了 你也不一定hold得住 我有个朋友 他父母名下有几他房子 他现在就打理这些房子 然后收租 他自己也没有工作过 但是他这个人 因为从来没工作过 所以也不懂得怎么待人处事 然后也不懂得人情 事故 然后在美国也不懂英文 也不会听 也不会读 也不会写 说白了 就基本没有生存能力 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样 虽然家里没钱 但是他老爸是韩国的将军 所以一直有退休金 所以他也是一辈子没工作过 每天睡觉 两点钟起床 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反差过来 你看以前奥巴马 他虽然总统 但是人家小孩子十几岁 就到麦德纳 送去打工去了 养尊处优 迟早会吃苦 因为你不懂得人间的苦 你自然也不会珍惜人间的好 你是想先苦后甜 还是先甜后苦呢 留言告诉我 谢谢 小红书